这是一个粗宝寄过来的一个茶树苗 那很多花蚁可能不理解 老花蚁你不是收寄养吗 怎么好多人还买了花寄到你这 其实很多的花蚁是怎么回事呢 它对一个花很喜欢 但是它不会养 它会从网上买了寄到我这来 然后呢看我的视频学一下 学一下怎么养 看怎么操作的 哎 然后呢 它就回去以后它就会养了 对吧 而且呢还可以省不少钱 但是呢 像这种情况呢 老花蚁只收不同品种的 明白了吗 像这种 你们在网上采购的 我只收不同品种 你别哎呀 你喜欢这花的话都寄给我 老花蚁天天给你走 咱们是为了让花蚁学到东西 帮助花蚁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说老花蚁在做慈善啊 懂这个事就行了啊 好了 这是一个 说是一个茶树苗 很健壮 那可能这位花蚁呢 不太会养 好了 咱们先打开 像网购的这种小苗子啊 大家在拆的时候 就稍微适当的小心一点点 大家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收到手以后 究竟到底需不需要换盆 那我到手之后究竟需要如何去养 其实你像秋天这个季节无所谓的 你放到树底下 中午的太阳 有大树来帮它遮一遮 早晚可以晒一晒太阳 像这种有的话 究竟换不换盆啊 收到以后很简单 在这种盆子打开去看 像这种根系 长得比较满了就可以换 它原本是沙土 你可以种任何的土 万斤有 用一个小一点的花盆 别换太大的 可以换盆 但是不要太大 刚巧我手上有 这是一个花博士的六号树源盆 你看 这是它的极限了 不能比这个再大了 抽包一定要盖它 这种很健康的 你看它原本都带着肥料来的 它是可以用肥 来咱们加入一把土 大概感觉一下 在种的时候 这个土要跟原来的土持平 别埋得太深了 可以加入一些肥料的 这个是可以加的 装上一把缓食肥 看到没 撒到土里面 搅拌搅拌 避免与根系直接接触 这不就底肥就来了吗 臭包 缓食肥也通用了就可以了 没必要 直接这样 加土 你看我埋的时候 它给原来的土是吃平的吧 对不对 这个盆已经是极限了 就不能比这个盆再大了 很多喜欢种大盆的抽包 你一定要注意了 盆大并不好 循序渐进来最好 明白了吗 然后呢 我害怕它 有那个病虫害来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养殖棚 所以说呢 我还是给它撒一些杀菌药 杀菌药来一小圈 再来点杀虫药 也是防止它到处 生虫子 撒上一点 可以撒 可以浇 可以喷 可以灌 这个东西 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家里边有小孩 你又可以潜埋一下 稍微给它埋到土里面 知道吧 就是翻一翻 埋到土里面 因为小孩应该不会吃这个东西 但是也要注意 好吧 试药三分钟 好了 这个时期呢 咱们浇水 浇水的时候往水里边稍微加点生根叶就OK了 这个就杆杆淡淡 加生根叶的目的是为了拿着快速浮盆 你看 肥料也加了 各种东西都加了 它是一劳永逸的 你别看 这么麻烦 我这样弄上起码一年不用管它 起码我这一年 也不用施肥 也不用就是打虫药打这那的 一劳永逸啊 这可以说是 一年就倒腾那么一次就行了 把水浇透 正常晒太阳就OK了 你看我们正常换盆 正常的这个 我们棚里边都是打着遮阳的 就正常去晒一晒就OK了 就不要暴晒啊花友 然后这个就等于种好了 过上半把个月吧 就是天冷之前 人一定给人记会去 好吧 学爱学会了吧 光照是可以晒 你看这种光照 这边 这种透过来的光 看到没 早上正好这边透过来光晒 到了中午 正好到我们这个大棚 能给它折住一样 就只扔在这就行了 唉 有的是救不活呀 我也没办法呀 这个花友的嘎了 这个鸭掌木已经嘎了 这个这个已经死了 跟他说一说嘛 来的时候都不行了 这个活了 哎 这是九号来的啊 活了 哈哈 肯定啊 有嘎就有活啊 别人没啥了 想既养的错本呢 就联系我们后台啊 既养死不要钱 再说一遍啊 但是快递费自己出 养死不陪 我是老花一 养啥最大一 白了超棒